我们曾经谈过在1942年2月24号上面 洛杉矶的天空出现很多不明光点 那个光光点跟飞碟非常有关 大家想说是不是敌军来袭 结果不断地发射炮弹 不断地继续攻击飞机也上去 什么都看不到 这个就变成了美国一个非常神秘的事件 而且后来美国的总统杜鲁门也承认 的确当时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结果现在 方老师所翻译的外星人选中的科学家 刚刚讲到这个事情 美国军方做了很多的调查 既然那是一个反重力的东西 你完全不能了解那天空上的东西到底什么 所以你用炮弹 你用飞机追逐 你完全都不知道 这也完全地改变了美国军方 对于优服的一个态度 甚至美国海军 还有弄了一个专门的机构 来研究1942年美国洛杉矶空袭世界之外 整个的优服故事 没错 事实上这是放在1942年的美国洛杉矶的空袭之外 或是你可以把讲这个空战 那为什么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1941年年底的时候 才刚发生珍珠港事件 所以当时有传言说 日军可能会来空袭这个地方 可能会来进入 日军来了 所以他们当时的确有收到这样的情报 但是在1942年的2月25号的那天的时候 却不是这个样子 慢慢的他们海岸的周边的这个雷达 发现到说有不明物体 慢慢的逼近到洛杉矶 于是他们就说当天的晚上 约莫是8点的时候 开始他们美国的军方开始朝天空去发射 而且因为天空出现了这样不明的光点 然后他们就探照灯都打上去 要追那个这个光点 那个光点你会觉得很奇怪 他好像停在那个地方 没有什么动 那你会觉得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飞行物体 然后他们就一直不断的 从这个 从这个地面上发射所谓火炮上去 然后一直发射 这个火炮的发射时间 从晚上的8点 一直到隔天的凌晨的5点 都还在发射 一直到早上之后才停止这样一个发射 那根据美国军方的说法是 他们前前后一共发了大概 一千多颗的这个防空飞弹这样打上去 一千多发 打上去 但是问题是他们说后来的证实是 没有任何一架日军 你怀疑的日军被击落 什么都没有 然后呢 很多人想到那很多人受伤吗 的确有几个人受伤 有三个人是因为 整天整个晚上听到 啪啪啪的声音 然后就不幸心脏病过失 那他们在地面上发生 发现到很多什么 你美军发射上去的这个炮弹 没有引爆 他就直接掉下来 没有引爆 好像是还没有到 他引爆点的时候 就撞到什么东西 然后这样掉下来 这样的状况 所以呢 当天晚上 所以那些炮弹被控制住了 对 听说当天晚上的时候 大概约莫有百万的洛杉矶人 都知道这件事情 在当时的发生 他们都看到 很多人去访问 当年他们说 的确有这样一件事情 你要想吧 洛杉矶时报 2月26号的报纸 连这个图都出来 对 所以你就知道 事实上当天晚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到目前为止来说话 很多人都把他指指说 可能当天的外星人 或是不明飞行物体 来到了洛杉矶 好 报纸 你这本书 《外星人选中的科学家》 你最近翻译的这本书 里面提到了 1942年 这个洛杉矶的空袭事件 对美国军方来讲 有这么重要吗 因为这件事情 所以美国海军 有一个专门的部门 投入来做研究了 对 这本书里面 今天我要讲的 这个故事 非常的震撼 也就是 这本叫做 《外星人选中的科学家》 英文就是 Selected by Extraterrestrial 那这本书呢 是2020年第三版出版 那出版里面 头一个 他在序言里面 他就提到 1942年2月24、25号的这个洛杉矶空袭事件 对 然后在书的第一章里面 再提到一次洛杉矶空袭事件 为什么呢 因为这件事情 发生了以后 因为前面是珍珠港事变 对 日本人跟纳粹 已经形成了一个team 对 这个team就是要征服世界 那美国是盟军的头头 所以必须要了解 所以美国很紧张啊 所以针对这个事件发生以后 发射了1300多发炮弹 1300多发 然后呢 这个物体就在2.1公里 7000英尺的上空 视而不见 完全没有作用 所以在1942年2月24、25号 这本书里面这个作者 亲身激励的这个事件 他看到当天晚上 水平面上 好像一个探照灯一样的 在那边晃晃晃晃晃 啪一下不见了 然后 飞碟就在头顶上 对 瞬间就在头顶上 然后故事看 故事就开始 对 美国为了这个事情 开启了一个反重力推进技术 这个事情怎么来的 这书里面 这是第一个 所以说这本书 我为什么翻译这本书 第一个 这不是完全讲UFO的书 UFO不稀奇 全世界 美国在2000年的时候 保险我们讲过 有三个影片公布 所以已经公布了 但是这个里面 叙述了很多 别人不知道的事情 这个就是第一件事情 他做了一个秘密研究计划 对 来研究反重力推进技术 这个事情是1942年的 2月25号发生的 1942年的4月1号 美国在San Diego 就成立了一个专案小组 这个负责人 是一个买海军的将军 叫做Rick Orbata 这个将军在书里面写 是他的恩师 早期保洁 美国的第一任的国防部长 叫做弗雷斯塔尔 第一任国防部长 亲自下令 Obata 你要发展一种新的东西 因为我们现在飞碟没有办法 对 然后这个人就找了这个作者 找了这个作者 然后成立了一个 所谓叫Sink Time 一个智库 这个智库就专门研究UFO 这个别的书上 所有书都没有讲的 因为他亲自参与这个计划 参与 参与这个计划 然后这个智库就是 兰德公司的前身 兰德公司 不是做战略的 那个兰德公司 兰德公司做战略 表面上是战略 而且现在来台湾的人 如果兰德来了 可能我们总统都要去迎接 表示非常高端的 但是他们不晓得 兰德在1948年初成立之前 就已经开始一个暖身计划 然后他的主要目的 就是因为1942年 2月24号的洛杉矶空袭 而成立了 所以这两个关系是连在一起 然后成立了以后 美国人就有一个 叫做什么叫第五纵队 就是情报人员 第五纵队 因为这个时候 战争还没结束 派了很多人 到了纳粹的29个 就是希特勒控制的科技单位 渗透 结果渗透出来 发现有两个外星的集团 帮他们造UFO 帮希特勒 帮希特勒 然后这个里面通通有讲 这个别的书从来没有讲过的 而且 后来美军不是打赢了吗 对 打赢了以后 他所有的资料 因为他的人已经渗透进去了 对 一打赢 全部收 美国就收购 变成集友 对 这个里面出现了一个叫做 道格拉斯公司的智库 也就是道格拉斯的智库 跟TRW TRW是一个搞卫星的公司 然后他们就合在一起 然后把整个的资料研发 研究 然后有五份文件 这本书里面第六章讲得很清楚 这里面 我主要看到这个后面 第六章 大家可以看到176页里面有讲 他说这份文件是用德文写的 德文 对 这个德文的资料 维也纳的一个作者 叫做汉斯希尔 他写得很清楚 他说我这个资料 我不希望给东方人拿到 很清楚 我的书上写得很清楚 不要给东方人拿到 不愿意给东方人拿到 我希望由西方人保持 所以说你现在打赢战争了 我希望你们美国人能够接收 这个书上这个作者讲的 所以他就参与了这个接收计划 这个里面 道格拉斯最有名 这里面有五份德文文件 而且这里面都有把这个 反重力的飞行船给画出来 对 现在大家看到的 上面最小的是USS-Arcum 就是美国当时最大的航空飞艇 那下面那个是一公里多长的 就是它的新舰STARShip 我们看下一张图 下一张图 这张图的大小 这个大小 然后看到没有 下面是1.62公里 有没有 是 1.62公里 倒数第二行 倒数第二行 对 1.62 1.62公里 表示这个 这个在太空里面 徐诺的这个船舰 听说他们造了八艘 TRW 你说美国做了一个1.62公里的这个战舰 听说 然后呢 战舰的样子是长这样子 对 TRW甚至买下了替美国做航空母舰的造船公司 不然这个事情怎么露出来 所以表示美国有一批神秘的军事计划 从这个洛杉矶空袭以后一直延续执行了50年 这本书里面通通有讲 所以这不但是一个UFO的书 它里面把美国军方高层 这里面牵涉到国防部长 牵涉到很多人 然后他提到 为什么这个甘乃迪会被刺啊 对 因为他们说甘乃迪要公布相关的资料 同时第一个是跳楼的国防部长 跳下去 那个就是12 Majesty 12 我们叫至尊12的头一个 对 下去 然后呢 紧接着甘乃迪 还有甘乃迪的弟弟 然后最后他讲 他说玛丽联盟物对不起 他实在是不应该死 但是他应该要嘴巴大 跟他们睡在一起 所以他说 他很紧张看 他说实在是可惜啊 他说这个玛丽联盟物实在是 是是是是损失 对 然后然后这个里面就开始 美国在早期UFO的计划 同时美国的智库 以兰德为首的智库 他执行了很多 到现在还在执行的工作 包括我们现在看一张文件 文件 对这个文件最上面 你可以看到 这上面是他们这个 兰德公司这个作者参加的智库 里面的两个人 上面一个人是他负责的 一个惠顿 一个惠顿 惠顿计划总主持人 那么根据这本书里面讲 他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 非常低调 但是我查了Google里面 他确实有这个人 但是很多他的学艺都没有讲 下面那个就是有来历了 这个就是德国 活文贞计划 一部分的人是Von Brown 就是在红石兵工厂造火箭 1969年登陆月球 对不对 另外一组人抓到 这个人就是专门负责反中力系统 导航系统 而且他们已经做出来了 而且这里面关键有一个女生 我们看一张女生的照片 女生 一个金法美女 这谁 这个女的就是透过心灵感应 他们这个很多 其中还有一个是Von Brown 办公室有一张很大的床 这下车里面有 有一张很大的床 他透过Von Brown的秘书 也是一个金法美女 跟他的秘书金法美女 两个沟通 所以他就是一个小小的 一个科技管理员 竟然跟Von Brown 冯布朗见面 而且谈他的科技计划 所以冯布朗的很多科技计划 因为他而改变 道格拉斯原来的火箭 根本没有用在NASA上 就靠他把道格拉斯的J2火箭 用在龙神火箭 也就是土星五号的第三节 成功地登陆月球 所以他功劳不小 那最后我要讲到那张图 当阿波罗11号登陆的时候 他设计了一套 头盔上看到的东西 我可以随时透过太空船 然后传到地球 我看到什么 我地球上太空船 NASA的空中看到什么 这个就是他看到的 他一脚踏下去的时候 都看到这个现象 有六条飞船停在月球上面 告诉你们 你们来可以 但是不要轻举妄动 所以表示说 这本书里面讲的东西 不只是UFO 跟UFO里面更深层的东西 都有讲到甚至包裹火箭 它里面的反重力系统 好的 傅老师 在我们讲 所有的UFO故事里面 最神秘的故事 刚刚讲的 在1942年 当时的报纸 当时的报纸 还做了大篇幅的报道 说当时洛杉矶 有很多的光点 而美军当时 从空中射击 射击了半天 什么也没有 这个火网 是非常的密集 可是最后 无疾而终 可是傅老师 你现在出的这本书 外星人选中的科学家 你说不是无疾而终 他说 当时真的 打下了两架的幽浮 对 在我的书里面 第二本就提到 它有两个UFO 被打下来 这两个UFO 就保洁上头我们讲过 就是美国在1942年 启动的兰德计划 是一开始 你说美国就是因为这个洛杉矶空袭之战 后来打下了两个 后来才有那个兰德计划 对 然后开始研究 然后就出来这本书 所以基本上 我的这两本书 上册跟下册 就是介绍 美国很多航太专业人员 他所看到 听到的 他把它写出来 而且这里面 美国海 这个里面的作者 还特别把这个资料 请教一个美国海军上将 很深入的计划了 美国那个海军上将说 尽量写出来 你不写就没有人写了 所以才 我才花了很多时间 把这两本尽量给它中文化 讲出内部来 那你刚才讲 1942年 我们刚才讲的 美国洛杉矶的空袭之战 这个是最经典的 因为当时的媒体都有报道 当时的都有拍摄到 甚至美国也承认 有这么一回事 可是重点是 两架呢 打下那两架在海上 找到的是什么东西 而且你看 1942年2月25日 这个就是洛杉矶 很有名的空袭 有好几架 UFO悬占空上 好像打了炮弹 地上都是炮弹 看不到任何东西 没有打到任何东西 结果事后 在这本书的第二册里面 讲得很清楚 有两艘UFO的残骸 在海上巡货 美国启动了 兰德计划 就在1942年 那这个 那这两个 幽浮的残骸呢 这两个还是 这很精彩了 我们一般都讲 UFO是在51区 对不对 不然就是在 Dayton 对不对 不然叫做 罗斯维尔 错 秘书里州 你说秘书里 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 非常神秘的地方 秘书里州 美国至少 它有地点 但我们有详细去找 详细去找 姑姑可以找到 美国至少 有九个特殊的实验室 我们叫做幽灵实验室 为什么 这个纸上看不到的 有九个幽灵实验室 那这个作者 汤姆金 去看了这个实验室 所以说有九个 实际存在 但是任何文件上 全部消失的 没有 这九个里面 可能跟这个两艘 有密切关系 它还不是两艘 它有九艘 所以表示 还有其他七艘 那这个里面 就在做UFO的 全系统 就是反重力的推进 而且 这个里面还讲到 反重力推进 他们有一个 进一实验室 像我们做引进测试 有一个引进实验室 它也有 它推力一试上去 只试到2.9% 2.9%的 推力 2.6% 2.9% 这个测试台就炸掉 你根本上不去了 所以表示这个里面 他们到现在 就是写书的时候 到美国 现在可能很多地方 都不晓得 至少有三个UFO 在做测试 这个UFO就到这边结束 然后紧接着 1968年 10月11号 TRW 后来是作者在TRW TRW是很大的一个航太公司 现在已经并购了 太空人对话 阿波罗7号 由彩照为证 招 他追逐 就是这个照片 这个是真正 这个是美国 电视台抓到 因为他没办法 抓到这张照片 这是阿波罗太空船上 拍到的 阿波罗7号 一个东西在那边 就是显示 由彩照为证 第二个 1968年12月21号 阿波罗8号也有 但这个对不起 这个到 我找的所有资料 找不到 这个不知道 好 紧接着 就是1969年7月20号 阿波罗登陆 阿波罗登陆的时候 这个作者呢 看到没有 这他 阿波罗11号登陆的时候 阿姆斯壮下来 看到那个火星坑四周 都是这个东西 为什么 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作者 他因为层次非常地高 在航太界 所以他有一套 他设计一套系统 也就是我们的 所谓的跟追系统 也就是我们像iPhone一样 我太空船 太空人看到的东西 他就马上及时 当然不是及时 有点lag 直接传到太空的控制中心 那个时候有这个能力 太空 你说阿姆斯壮看到的 他在这个 休斯堆就看到了 对 而且我可以讲一下 这套系统 我们台湾的军方 也不过是在几年之内 才有的这套系统 就是表示美国的太空科技 已经领先很多了 我们的军方也有 对 我们军方也有 但是这个是多少年了 1969年了 然后这个里面呢 看到了 不是所有一般的普通人 这是第一个 他的高阶主管 还有因为TRW 跟这个 这个汤姆金斯 他involved的非常地深 所以他们这篇可以看 看到以后 就是太空人看到什么 他看到 他就把它画下来 好 宝洁 你看 这1969年结束了 对不对 好 紧接着 表示说老美NASA已经知道 而且太空人降落的时候 原来就早就已经看到金字塔 他为什么不告诉 这阿波罗11号的太空人呢 不知道 所以他们整个一个shock 紧接着 1975年2月 美国再次验证 在华盛顿DC 有个就通力人叫 Engelswar 他利用本身超能力 叫remote viewing 我们叫做远距遥视 来看 看到月球上 有人形生物在活动 所以这位验证了 1966年的轨道2号 即阿波罗7号 8号 11号 他所看到的 幽佛的行踪 基本上 他的可信度是非常高的 乘下 你这一讲 美国的技术 突飞猛进 跟一个事件有关 罗斯威尔 1947年 当时 美国没有特别强 可是1947年之后 他的打帕也成立了 他的很多的研究 新技术 全部一个个 全部冒出来 那个什么时间 罗斯威尔事件里面 就是有神秘的外星人 降到了地球 这个时刻有一个人出来了 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的助理 说当时发生 罗斯威尔事件的时候 当局找了爱因斯坦去 所以他们真的 去到那个地方 真的看到了 神秘的东西 宝贤 你知道现在美国 所有的黑科技 所有横空出色科技 大家都来自 一个最神秘的时间点 1947 7月份的时候 罗斯威尔事件 然后刚刚讲的 现在这么多的科技 这么多突飞猛进 对宇宙的了解 全部来自一个人的理论 爱因斯坦 没想到这两个人 竟然有一个神秘的连结 而且被他的一个助理 在他的一个录音带里面 彻底的证实了 雪莉真的是爱因斯坦的助理吗 而且他当时去 这个所谓的 19这个棚 这个停机棚 他是他跟他一块去的 是的 这个雪莉保健 你不要看他是一个女孩子 他在当时的时候 他得到了物理学和化学 双博士 在八十年前 女性就已经很难得的 有高学历了 双博士 他是双博士 所以爱因斯坦到晚年的时候 他不是说和人很有兴趣吗 他在研究 普林斯特研究核化学 所以挑了这个聪明的女孩 当他核化学的助理 而这个雪莉 他后面呢 还到了迈阿密大学 教了很多书 出了很多教科书 他还得过美国家科学院 很多奖牌 他不是一个普通人 不是个nobody 真的假的 是的 所以呢 所以这个录音带 这是他的 真的 所以现在是有一个十九分钟 一九九三年 他受访的一个录音带 出来之后 全世界震惊了 没想到罗斯威尔跟爱因斯坦 竟然完全连接在一起 反正这个就是现在出来的 一九九三年 他受访时候的那个录音带 他没讲到什么 就是他也不知道 突然之间特工来普林斯顿 告诉爱因斯坦说 有重要的事情 要请您协助 好几个特工就带着他 那爱因斯坦就带着他去 特工 所以带着他就跟着去了 去到之后 到了新墨西哥州 一个他讲的一个像机库 一样的地方 爱因斯坦他们就进去 发现还有很多的科学家 很多的官员 很多特工就围在那边 一个大圆盘 像飞行器的东西 而且就是我们讲的一个飞碟 对 看到他是说形容了那个机库里面 四分之一就是那个大圆盘 所以不小 然后机库的四分之一是大圆盘 有遗体大概高五英尺 就是一百五十二公分 全身没有毛发 头颅很大 眼睛是非常大颗 然后看起来好像有鼻子的样子 好像有嘴巴的样子 然后全身穿的一个呢 他是学材料 他是学化学的 我都不能理解 他们穿的那是什么 看起来非常的轻柔 然后好像是连着 没有手套 没有鞋子 好像全身就连在一起 他不知道那个是怎么做的 然后他们的衣服 他们整个颜色看起来 他讲的是有点灰中 有点灰绿 就是他看到那个人的 所以你现在对外星人的了解 那个头很大 有个黑眼珠 然后嘴巴鼻子不清楚的 这件圆形都来自罗斯威尔 对 然后至于那个圆盘 他看到那个大圆盘 有一个地方 好像有一个凹陷 凹进去了 所以可能是受损了 就是撞击点 是撞击点 可是宝洁更奇特的是什么 他说那个材料 他也看不懂是什么材料 看起来是会反光的 那不是材料不是吗 对啊 是啊 他说那个是什么 因为他在机库里面 对不对 机库很暗 所以那一个整个圆盘 那个所谓的飞行器呢 看起来就很暗淡 可是有人用灯光去照了 什么呀 开始有点半透明的 开始会有点反光的 所以那个材料 显然是一种能量材料 能量材料 所以他看着他非常傻眼 所以难怪他可以千里飞行 不用带燃料 对 然后更特别是什么 很多人有进去看 看里面有没有他们吃的东西 有没有带着水物 就保洁他们进去之后 发现里面有很多 像夹上的东西 会弹出很多仪器 那些科学家都不懂 而且他就讲了 那个飞行器 科学家是可以爬进去的 但是因为他的位阶 小他只是躲在后面 他没有进去看到 有听安医师讲说里面 找不到吃的东西 他们好像不需要吃食物的 不用食物 没有食物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有人讲说 其实罗斯维尔来那些是机器人 不知道 可是更奇特在哪里 不是说有一个活着了吗 然后那个活着人 他说他竟然在旁边 也可以感受到 那些科学家 跟他在对话 他记得一些对话的内容 感觉那可能是什么 到底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看那个什么 StartTrek里面就知道 有宇宙的万用通译器 是不是他也有那种东西 所以大家都可以通行 他们可以沟通 他可以沟通 然后沟通的时候 那一个外星人来说 他感觉是其实对地球 完全没有威胁 对地球也没有兴趣 他只是刚好不小心 出了什么事 掉过来的 那你是从银河系 哪来的 什么银河系 保险他们不是来自银河系 他们来自其他的星云 其他的星系 我们那个时候 整个地球根本不了解说 银河系外面还有星系 是哈勃博星出去 望远星出去的时候才知道的 银河外面还有银河 所以他们怎么过来 他们是说 其实是他们那个星球 对他们的身体的能量 有些状况 所以他们出来有八艘船 然后是一个飞行 那那飞船 不知道出了什么状况 出了什么错误 他记得可不清楚 跑到地球来了 就掉下来了 在交谈过程中 爱因斯坦的习惯是什么 爱因斯坦不戴笔记本 就永远像我一样 戴很多纸张 所以爱因斯坦那就讲了 爱因斯坦还当场 写了很多纸张 写了很多印线 做了很多笔记纸下来了 然后爱因斯坦还跟关羽小说 其实跟这些外来的 新人物了解一下 聊天是蛮好的 因为并不惊讶 可以了解更多宇宙的奥秘 当不同世界清楚 对彼此都有好处 所以其实那是记载了 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晚年 他相信有神的存在 可保险后面还更奇特的事情 这是爱因斯坦第一次的 第二次我们还记得 1952年 华盛顿上面 白宫上面不是有UFO事件吗 那杜鲁门都出来讲说yes 事件是 当时的时候 美国参谋主席联席会议主席 还打电话问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说不要攻击他们 所以是因为爱因斯坦 就知道了 爱因斯坦就知道 我们的科技论文化太多了 我最想说为什么杜鲁门 要打电话给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说你千万不要涉及 千万不要涉及 是因为爱因斯坦已经受差异了 去看过了 可是后面更有趣的是什么 当时那个新闻报这么大 后来美国媒体有报 以一个叫路易斯加纳德的人 写封信给爱因斯坦 华盛顿上面到底是怎么回事 爱因斯坦怎么回答 他们看到了一些东西 我对他们完全不了解 我现在已经没有兴趣 最后最神秘的事情 还在后面 跟爱因斯坦有关 爱因斯坦不是他没有笔记本吗 他都会记堆子吗 可是他过世之后 他那些记下来的笔记 这样一叠子 一大叠的不见了 目前为止在哪里 不知道 现在只有一百一十页 像这样子的纸 在以色列的西伯来大学里面 其他的记录不见了 有人说是爱因斯坦 在一九五五年过世前 自己烧掉了 有人说是跟特斯拉一样 被美国拿走了 里面是不是有更多的秘密 现在大家都在问 FBI大解密了 说天才的发明家 特斯拉是所谓的精心人 是怎么一回事呢 现在大家想到特斯拉 可能会想到那个车儿 就是由他来命名的 百年来最神秘的科学家 第一名就是里古拉特斯拉 然后他的神秘 更神秘的是什么 FBI除了穷顶档案 记录了很多UFO之后 第二号神秘档案 叫做3327号 3327号 就是因为特斯拉 1945年死的时候 穷困老早 死在纽约的一个饭店里面 那个房间叫做3327号 一传出他死讯的时候 还没有跟法医报告 FBI就冲进去了 先进去那个房间里面 把他所有的资料 通通带走了 所以到底有什么神秘 在那个时候就把他传走了 经过了75年 终于FBI有些资料出来了 这里面记载的是说 FBI里在3327号房里面 当时他们特别记载说 我们为什么对他有兴趣 因为有小说已经写他 可能是精心人 小说先写了他 代表他生前的时候 FBI也就在注意他 是 为什么会被注意 他存名做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1898年在纽约 在纽约的曼汉顿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警察傻眼了 看到一栋大楼里面 住了很多的移民过去的 意大利人还有中国人 突然之间就冲出来 而警察以为要卸斗了 要怎么回事 赶快冲过去 要打架了 赶快过去 就他们说不是 有地震 我们怎么有地震 我们都没感觉 就跟着看到那栋大楼 真的摇摇晃晃 摇晃晃 摇晃晃 然后上去一看 特斯拉 我干的 他说是他干的 他说他干的 他说你怎么做到的 他就拿出一个像闹钟一样 大的东西叫震荡器 他做出来的 然后放在那个整个 钢条里面的铁柱一放 真的整个大楼就在那边动了 那人家说 你怎么可能这么小一个机器 弄个大楼 你不相信我是不是 走 他就到华尔街 找一个石城的大楼 那时候石城楼已经很高了 1898年 再上去 也是照样晃动 照样晃动 然后他说你要不要先 我再去那个大桥上 我可以把桥 一个小时47分 我就把它弄倒 结果他就是用 他的电穴的能力震荡器 真的告诉你 人造地震 所以后面 全然美国不在研究 地震武器或什么的 就是他那时候开始有的 他还不止如此 他也创造了很多 我们现在生活上 所用到的东西 霓虹灯 霓虹灯 他发明的 他发明 真的是天才发明家 那时候在芝加哥的时候 万国博览会 美国总统治完词之后 那个时候 你看那个时候是在100多年前 突然之间全部的灯光大亮 七彩颜色 特斯拉做出来的 也是他做的 然后我们现在 我们坐飞机 我们坐船 我们坐车子 最怕一件事情 雷击 对 人雷击 雷击怎么办 他发明了 他做一个表演 他出来说我可以控制电 装在一个融资里面 50万伏特 直接打过来 然后你看他就一滚 他自己可以在那边玩电 这是后面的人学他的手术 学他的手法 我不会被电子叫25000伏特 我们的小鸟在上面 都会被炒灰搭 所以他是50万伏特 他可以玩这个电 然后躲在他楼子里面 完全的不会受到电击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叫做法拉第龙 就是他弄出来的 所以现在我们的飞机上 都是用他的这个技术 所以我们坐飞机 不怕雷击 也是他发明的 甚至于 他那个时候 我们现在不是开始讲说 最快的方法 磁浮吗 是 用电磁 用磁浮 他在1911年 中华民国还没建立 所谓的反重力的飞行器 要来看看 它是一个颠覆认知的 反重力飞行器 说是不用推进器 也没有翅膀 就可以在空中 保持了相对的平静 即使是在大风的环境当中 也可以相对平稳的飞行 那时候人家想说 你在讲什么 对 这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我们现在不是有磁浮列车 有各种 也是他发明的 他是一个电穴的 一个天才 一个专家 然后我们现在手机好方便 无线充电直接一放 特斯拉那时候讲说 我在75公里之外 我都可以帮你充电 所以他是全世界第一个 我不需要拉这么多电线 我在75公里外 他就做了很多电塔 想要做这个无线充电 可是你看他这么成功 这么厉害的一个人 他最后去穷途撩倒 为什么穷途撩倒 因为他得罪了一个人 那个人叫做爱迪生 我们知道电 我们讲说电都是爱迪生 对不对 爱迪生发明了直流电 所以爱迪生后来就撞了一个公司 特斯拉是塞尔维亚的一个穷人 然后就到爱迪生那边 在欧洲那边工作 然后就到了纽约 然后就到爱迪生那边工作 可是他的电穴的姿势 不知道从哪边来的 他就说直流电太浪费了 直流电没有效率 所以他就做了一个东西 交流电 交流电 我们现在所用的都是交流电 交流电就是他 可是他做出来之后 他就稀乌挖角 他就开始说要做交流电 要做交流电 爱迪生多狠 怎么对付他呢 污名化它是什么 因为交流电 我们知道现在比较省电 效率比较好 可是爱迪生用交流电 做了一个所谓的死刑的电穴 电穴 爱迪生就说 你看就是用交流电 会把这些猫狗给钉死 所以特斯拉就这样污名掉了 他就被污名化了 就污名掉了 因为如果当时爱迪生 已经投资很多东西去铺交流电了 如果我让输了我就完蛋了 我们现在不讲无线电吗 那时候全世界还没什么知道 无线电的时候 他竟然开始研究无线电 他竟然接收到 他其实很有先知 对 所以他有一千多个发明 几乎二十天一个 他接收到了在我们上空 一万三千多公里 好像有个奇妙的讯号 而那个讯号 他就称他 后来人就称他叫黑五四 就是有一个卫星 好像就在那边盯着地球 已经盯了一万多年了 可是那是他讲的 人家说是真是假 1858年 当史波尼克第一颗卫星上去的时候 法国科学家也侦测到 好像在特斯拉讲的那个位置里面 是有奇怪的电波 是有一样的地方 他甚至去为了想未来的世界 包含我们现在的无线手机 在七十几年前 他都写出来了 而且包括了FBI的解密文件竟然还说了 他说宇宙人曾经多次接受了 这个尼古拉特斯拉 而且还告诉FBI 就是说来自金星 1856年的时候 特斯拉还被带到了地球 交给了一对南斯拉夫的夫妇来抚养 大家一定觉得 这不可能 怎么可能是金星人呢 但这就说明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为什么特斯拉这么厉害 但是地球上没有几个人知道他 大家都知道爱迪生 但他比爱迪生还伟大 他有一千多件发明这么先知 因为他是金星人 所以要把他抹 从地球上抹掉 第二个就知道了 他为什么可以做这么多 超前的黑科技 而且他为什么 若贝尔奖 11次要帮他给他 他说不要 我不要 他不要人陪着若贝尔奖 第三个他会预言 他做了很多很多预言 譬如说世界首富要去打铁达尼号 他给他说 你不要去打铁达尼号 他先跟他讲 先跟他 所以是当年的世界首富 没有去打铁达尼号 就是特斯拉告诉他的 就是特斯拉 因为他是特斯拉主要的赞助者 他为什么会预言 这通通都有解答了 好 大家说马老师不可能 一讲火星人我还接受惊心人 听懂没听过 我告诉各位 来看这张照片 这个人叫索尔 他是惊心人 索尔是惊心人 真的惊心人 这张照片非常 好 我跟你讲 这是美国一个工程师 这工程师 他是有一级国家安全证照 什么叫一级国家安全 就是所有最神秘地方都可以去的 他为什么会记得 五十一区地下室 是他帮忙建造的 五十一地下室 就是放外星人所有尸体的地方 他记得好 他就公布这张照片 说这个人是我的同事叫索尔 而且他说这个人怎么样 他有六个手指头 大家五个手指头 他六个手指头 他有一个超大的心脏 有个超大的肺 他学一项张云含氧化童 而且我跟你讲 他的智商一千二 太夸张了 他超过了人类 而且可以留理讲 一百种的语言 包括了所谓的外星人语言 让谁听得懂 然后寿命是490岁 对 好 然后在他讲完之后 巴特·弗克博士出了一本书 叫做在五角大厦的陌生人 他这本书里面就讲的是说 他说说美国总统艾森豪跟李克森 因为他寿命有490岁 所以这两任总统他都见过 其实李克森见他的时候 我有查证过是副总统 是副总统的时候 对 都见过苏尔 好 他说他跟苏尔见过好几次面 苏尔180公分 185磅 中色的头发 中上的眼睛 他说苏尔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 跟他说嗨 Frank 他问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叫Frank 对 他怎么被预知他的名字 而且他说一握手 他一看他没有指纹 他有研究 然后有看到他有六个手指头 对 没有指纹 而且更绝就是 他为了让他相信他突然说 你的父母有件什么事情 你不知道 你的祖父母有件什么事情 你不知道 他回去一求证 真的有发生这个事情 索尔居然都知道 全部都命中 他跟他一握手 他就可以读到他的心灵 可以知道他后面的家事 真的 这一张电影情节 一握手什么都知道 这本书出来之后轰动 然后现在拍电影 有这部电影 也叫做《五角大厦的陌生人》 对 好 那他说了一个重要事情 他说苏尔现在已经离开地球了 他想想 1960年6月16号 苏尔离开地球 是在维吉尼亚州蓝利中心 坐飞船离开了 这个我们等下还要讲到了 这都那么续细迷 都知道 好 现在 金星上到底有没有人 我跟大家讲 在这个1989年5月4号 拉萨弄了一个麦哲伦号 金星探测器发入出去了 这个麦哲伦探测器 这是金星 绕金星轨道1783次 绕这么多次 差不多1700 他啪啪啪啪 他最先进的照相机跟摄影机 去探测他 他把金星的98%的地方都照过了 然后他把影片照过了 奇怪了 拉萨后来 他一下丢出了一些影片跟照片 结果这些影片的照片 一丢出来 大家说 金星上是有人造建筑的 真的 因为他说 你看可以看到 这边有个阴影的状况 他说这段影片就显示说 金星的照片上 存在了有庞大的城市 人造的建筑 还有各种的符合建筑特升的结构 这都是拍到的 有实体的来证明 然后有所谓的 UFO的探索家就分析 是金星人居住的地方 对 好 我们刚才你讲了 索尔离开地球是从哪里离开的 维吉尼亚州 对 各位观众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你去打Google四个字 叫做金星移民 在那个维基上面有这个专有名字 金星移民啪一串 原来NASA现在在维吉尼亚州 兰利中心 正在做研究 登陆金星 登陆金星 而且它是用机器人去登陆金星 机器人如果可行性研究成功的话 他们就要派机器人登陆金星 登陆金星我告诉你 认为现在认为 马老师不对啊 为什么不对 金星根本不可能住人啊 怎么可能有 很多人就觉得不可能 金星怎么可能有 他有三大问题 第一个他96%二氧化碳 他没有氧气 第二个他的赤道温度超过450度 又高温 太热了 第三个 他的大气压力地球90倍 地球90倍压力太强了 不可能 但是我告诉你 现在NASA的新游出来 金星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 除了这三个之外 我发现金星大小跟地球一样 金星跟太阳距离 跟地球差不多 我再跟你讲 他重力跟地球差不多 重力最重要了 我们做到火星移民 重力只有十分之一 人的肌肉会萎缩 骨质会疏松 第四个 我告诉你 他矿物质跟地球差不多 他地质跟地球差不多 而且我告诉你 他很多相似之处 太多相似之处了 我跟你讲 他不会被陨石打到 火星上都是陨石坑 金星上没有陨石坑的 不会被陨石打到 所以金星居然 我这次才发觉 它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只要你把高温解决 二氧化碳解决 这些东西都可以解决了 我们常常很困惑说 美军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能力 美军为什么可以突飞猛进 就我们想说 你是跟俄罗斯比吗 你跟日本 中国比吗 跟日本比吗 你说说不是 美国有一个神秘的部队 它其实是吧 它是跟幽浮比 你带我们来这三张照片 这是20... 老板我们看这个很重要 2004拍的 这下面是2015拍的 这个是2015拍的 那我们外航人看不到 你说这个东西就完全展现了 美国空军的能力 当2004年的时候 我看得到幽浮 但我不能锁住你 我不能把你给拉住 我抓不到你 可是现在美国的F-18 美国的空军 它现在看得到幽浮 而且它已经在空中 可以锁定了 对 保健我们等一下看 第一个放第一个影片 你可以看到 他在2004年 在尼米之号演习的时候 抓 你看他抓了以后 2004年 2004年你看他啪 脱锁 就是没抓到 因为你 万一你要打他的话 一定要锁上 对 你如果不锁上 那显然就被他逃走了 逃走打不到 跑了 跑走了 跑走了 再锁 然后再锁 然后等一下又跑了 所以说我要先把你锁定 锁定才发射 然后结果没有想到 这是2004当时的F-18 F-18我锁不住你 当我真的开始 我要开始进行攻击的时候 它的那个优服就跑掉了 对 然后 它就变形 跑了 对 然后我们再放下面一个影片 下面一个影片 你可以看到 2015年的时候 我们放下面一部 在2015年 你看它全程锁掉 根本没有脱锁的状况 根本没有 因为你只要有一旦脱锁 那飞翰就找不到目标了 它全程抓到 而且可以看到 它各种转弯的情况 照得非常清楚 所以这个优服想跑 它想转 对 但是都一直被F-18给锁住 对 你看它再转了 对 再转 完全转 你看 脱下又抓 脱下又抓 那表示说 它的技术 从2004到2015 something已经开始在转化了 这个美国的科技 已经在转化了 然后我们再看第三步 这个是还不是很快 第三步你看 很快的速度 很空间看 没抓到 啪啪啪 追追追追追 这样啪 锁上 所以它这个镜头里面 飞行员讲 哇 他非常高兴 所以这也是 它的影片公布的原因 实际上 它公布这个原因 是有蹊跷的 它不是阿玛阿格公布 适当的时候 公布适当的影片 让大家知道 实际上 你要讲 只有军方的偷笑 你看 以前的技术不一线 我技术可以了 所以你说 如果觉得 你看全程抓到 好 该讲 美国现在的空军 美国的军方 美国的F8A 到底有多厉害 它在空中锁定 敌人的能力 到底多强 如果我们这样 你现在去跟俄军比 那根本不是对手 跟中国比 也不是对手 现在唯一的 就是这种幽浮 幽浮刚刚讲到 你从2004年 2004年的时候 我根本锁不住 那个幽浮想跑就跑 想闪就闪 想变形就变形 我根本不能锁住 可是没有想到 从2015年之后 这些幽浮 只要被我锁定 这是2004的 2004的时候 我还可以变形 还可以散掉 对 可是到2015年 全程抓到 美国空军 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对对 好 这个就是2019年 就是美国奥马哈航母 在航母上抓到 一个东西在水面上 一直停在地方 停了差不多两个多小时 这个不但停在这边 这个还有雷达佐证 那下面一张 雷达佐证的图 有雷达佐证 我们看下面一张 雷达佐证的图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看这个 看雷达佐证 最中间的就是奥马哈航母 旁边围了18个目标 这18个目标 这18个目标 通通都是UFO 所以使得美国 不得不了解这个特性 另外一个非常神秘的事件 现在也被美国所公布出来说 之前美国不是讲说 我打到了很多空中的间谍卫星吗 不 应该讲说 中国的间谍气球 打了好几个 可是说现在解密资料是 它打下很多个 结果只有一个是中国的间谍气球 其他根本就是不明飞行物 因为它的高度 它的速度 根本不是中国间谍气球 可以做到的 对 宝杰 这个真正是不明飞行物 真的不知道 UFO 但是其中一个它有照片为证 这个是用U2的飞机 旁边打的时候打飞弹 U2看的 U2飞机看到 打到 打到这个 这个花了很多钱 所以这个不是中国的气球 这个 不知道是不是中国的气球 它说是 极落的中国间谍气球 那高度什么 我要讲一下 这高度根据资料所在是 6公里到12公里高 但是奇怪 有意思 中国说我的间谍气球 是在18公里 飞得很高 怎么会在6到12公里 可能是飘下来了 所以说这高度 基本上也对不起来 但是它打到的地方 确实是把它打下来 而且下面还挂了一根东西 这个东西有27公尺高 所以表示说 其他的所有东西都没有公布 然后就是一个新闻出来 方老师 你说在这个UFO里面 最近丢出了一个地点 皮行者牧场 这是什么地方 这个比51区还神秘吗 这个比51区还神秘 因为51区是京军方控管 你根本真都插不进去 但是这个皮行者牧场 Bigger把它买下来 Bigger买下来 从1996到2016 他买下来了 买下来了以后 他就在这里面做研究 为什么 据称这个是超自然现象 跟UFO活动的场所 地点在哪里 在犹他州巴拉德东南部 在皮行者牧场里面 空中开一个洞 UFO出来 房子里面开个洞 有很多市人员的东西出来 这个是个洞 canon 智商 这边有很多市人员的东西